Hello 大家好 莎姐 近來 今天也有的 紅紅的就是 余燕 講到余燕的老闆 其實我們不是迫員工打 我們只是獎勵 他說 他也講到如果你不想打 你給你一萬元也是不會打 然後同場就佳影了 之前在官堂 去余燕的公會代表 去余燕踩場搞事 經理答得很好 為國家 為香港 我們打疫苗 我們是自願打的 亦都補到飯門 我自己覺得 這個經理真的很高EQ 你給莎姐 莎姐就一個關你鬼事 這個事實 你公會是甚麼公會 你公會代表你是甚麼公會代表 通常就是 你是不是余燕員工公會代表 不是 你是公會 你可以代表所有人打工嗎 不會 你就是代表你那個行業 或者你代表你那些人 正如郭泰也有個員工公會 那現在是否 余燕的員工公會 不是 那關是鬼事 但余燕那些員工 去工會 向你求助 說僱主被迫打他 否則 就會解僱他 那是否那些 預言僱員 這樣找你 又不是 那你過來搞甚麼 咦 人家都沒有問題 你過來搞這麼多事 做甚麼 你不如你是公會 你是不是應該要關心一下一些 沒有公開的人 這麼多人關心 不見你關心 沒有公開的那些 你不幫他找工 你不介紹工作給他 你這麼有空去別人踩場 你公會是幫 幫工人的 幫勞工的 你這樣去踩場 沒有顧客的話 你不就是要那些 後面的洗碗姐姐 沒有飯開 噢 你公會究竟是幫那些工人 還是害那些工人呢 我不知道 因為其實余燕 整理了好幾間 真的整理了好幾間 我不記得 總之余燕在佐敦 佐敦區應該有兩間 沒有記錯就 一間就好像是倫敦廣場 這間我就不敢肯定 另一間預演應該是在尼敦道 近日東那邊 現在兩間都沒有了 剩下的只有四間 尖沙塞一間 觀塘一間 沙填一間 然後 忘記哪裏還有一間 好像是元朗那些 忘記了 其實本來余燕都想去預演 如果他們有的 在我家附近 我就真的會跟他們出去 就算喝個茶 我也會的 就算一個人喝茶比較貴 我也會去喝茶 但問題太遠了 最近那個叫尖沙塞 我沒有可能去到觀塘 大哥 觀塘是什麼區 那群黃鬥 其實差不多由黃大仙打落 黃大仙那頭打落 其實都是黃的 所以我不會去觀塘 所以如果大家是那幾個區域 有預言的 那就光顧一下 但是我自己覺得這些 所謂工會的 不是道德表 我是說壞話 表是哪一個標字的表 因為近日也有人說 中國有一個官方網站 其中一個官方網站 就拍了一幅合併圖 一個就說中國點火就是火箭 另外印度點火就是蕭斯泰 有些人在罵他 說他沒有什麼 沒有人情味 說他冷血 有很多這些道德表出來說 我自己都有自己的立場 我只是覺得 其實一幅畫是沒有問題的 一幅畫是沒有問題的 一幅畫是沒有問題的 不過他不應該在官網 即政府官網 那裏 鋪出來 我自己覺得他最大的問題 就是官方網站鋪出來 無論你在中國哪一部門 你都不應該在官方網站鋪出來 如果你用自己的FB 或者自己的私人網 這樣鋪出來 是絕對沒有問題的 別人罵你 說你冷血 關你什麼事 你真的可以罵他道德表 為什麼你會覺得 薩姐你這麼冷血 其實不是 我覺得我是一個有血有肉的人 如果我今天要以德報怨的話 我告訴你我不會 我不是姓人 我只是告訴你我不是姓人 我還很記得 印度 早幾個禮拜 早一兩個月 早幾個禮拜 那條片就是印度 整班人圍著 只有幾個 我們的國家解放軍的人員 結果死了幾個 我們以為他們是傾傲 所以帶很少人去 根本只有幾個 純粹打算傾傲 結果被整村人 過百人為偶 結果死了 如果你說是單打獨鬥 大家公平 沒得說 忌不如人 但你現在是這樣做的 我還記得 你可以說我衰 但那個始終不是我同胞 還有另外一件事 就是說 這個是我累到他們這樣的嗎 是我們累到他們這樣的嗎 是他們自己累到他們這樣的嗎 我們已經盡了人道的援助 而我們那幅畫 只是一個小小的諷刺 沒有侮辱到他們的人 只是諷刺他們那個大頭者 就是莫迪 你看看我們國家領導到我們這樣 你們國家領導到你們這樣 其實是沒有說幸災樂和的 完全我不覺得有幸災樂和 只是這個在官網上鋪出來 大家會覺得 有個話題怎麼去說 你想想 給他們更惡劣的言論 有哪個道德表出來 為我們中國發聲呢 你想想 把我們國旗劃成新冠病毒那個 那個沒有善嗎 有沒有道德表出來 在批鬥他們 已經講到明 很多世衛專家都講到明 不是中國那裏出來 但是他們依然是這樣說 中國病毒武漢肺炎 有沒有道德表出來 在那裏說他們 世衛不停說 不可以用地區命 不可以用地區命 他們有沒有做到 我們 吃了多少 這些死貓 但是你想想 到前一陣子 美國還想問我們 拿賠償 說是我們延誤 我們延誤 救他們自己防疫有問題嗎 根本就是他們自己防疫有問題 他們都不珍惜他們的人民生命 有什麼資格跟我們講道德表 有什麼資格跟我們講道德 我只是知道 我們都是有血有肉的人 只是國家不能夠 像我們這樣的小女人 那麼小器 因為國家始終要有體面 有規矩 你想想 美國這樣不停潑水的時候 有誰跟我們國家說過這句話 其實今天你看看 是因為那些人為什麼會欺負我們 是因為我們溫馴 我們是好人 你看一下 好像美國那些 整隻惡犬那樣廢 那些不停亂咬人那些癲狗那些 有誰敢說他 美國那些病疫 傳到周圍都是 有誰敢說他 沒有人夠膽 因為他拳頭夠硬 他做了十萬樣的錯事 貴死客人 貴死什麼 有誰敢說他 有誰敢說他 那些道德表不出來說話 因為他拳頭夠硬 所以其實 如果我們今天國家拳頭夠硬 你覺得有沒有人出來說我們 但我們是不是真的用拳頭去壓制 別人滅聲呢 不是 我們國家有得別人自由說 我們會澄清 但不像美國那樣 不會澄清之外 不停地剝滅 那幅圖 只是說了一個事實 可能你會覺得有些衰衰的 但你又想一下如果不是官網的話 我們看下去 多諷刺多過癮 如果今天的圖 火箭那個是美國 而燒屍那個是中國 你覺得有沒有人在說道德表 有沒有道德表出來說話 沒有 還在諷刺我們中國 還可以踩多我們中國兩夜 所以我覺得有時候 不可以說什麼 因為我相信 鋪那個人 其實那個惡意就真的沒有什麼 比起那些 明明知道病毒不是我們 都不停地潑水 不停地說我們 那些真是惡毒 是誣裂 是作謊話 你看看加拿大 明明馬馬州都沒有什麼 結果無端扣留了他們幾年 比起這樣的人 那幅圖根本是小異科 是少到不少的小異科 所以我覺得大家有時候 我想 我不知道 我覺得有時候 不可以把自己擺得那麼高 我沒有那麼高情操 我真是很普通的一個小女人 我有血有肉 見到印度這樣的情況 我也覺得國家 居密之也好 什麼都好 是人道的OK 但我也覺得國家要設一個 最高的門檻 捐助還捐助 他自己不夠自己的 我們也有一個限額 我們不可以無限量地幫他包底 我的心態就是這樣 你想想 印度有時候 我們都沒有說抵他死 他自己明明就是生產疫苗的大國 他為什麼不留給自己國民 不留一些給自己國民 給自己國民去打 他可以的 不是出口 不是出口 他也是生產大國 你覺得他沒有醫療物資生產嗎 有啊 為什麼他不留起一點 當我們中國爆疫的時候 他們還沒爆 他們沒有捐過任何物資過來 算了 而當美國開始爆的時候 他又沒有那麼厲害的時候 他都不再處定物資 都依然不停出疫苗 為了賺外匯 那你怪得誰啊 我們中國都是不停地把疫苗 運到其他地方 但是我們會看著數補 我們有沒有自己 有沒有疫苗給我們國民打 我們那個 真是用科學來看 啊 因為我們 為什麼可以給了人先制 因為我們控制得好 所以可以給了一些有需要的國家 因為他們會一發不可收心 最後可能惹回來 我們根據科學 看到我們可以做到的事情 而他們就為了面子要拿外匯 而將人民的生命置諸不顧 當然有些 黃人又會說 印度哪是接受中國援助 給錢買的 中國也有捐一部份的 當然我不可以無限量捐給你 我14億人 你又14億人 我怎樣191 張成富的身家都給你 當然不會 但你又要想 我收你錢又如何 好大了 要搞清楚 現在所有的救援物資 醫療物資 都是很值錢的 你給錢大了 是不是 你有本事 就叫美國三天內 給你一萬架呼吸機 給你一萬架製氧機 你覺得可以嗎 他自己都生產不了 怎麼給你 最好笑的就是台灣 可以幫助你 可以幫助你 這個死人頭 送了那百幾部 不知道是製氧機還是呼吸機 百幾部 救什麼 我真的不知道救什麼 我一棟樓 都玩完了 那百幾部 台灣根本製造不了 他又是幫中國買 美國根本製造不了 他又是幫中國買 就是這樣說 他是買了中國貨 然後給你印度 有本事就不要用 這麼厲害 就是這樣 就算你說印度給錢 你要想一下 你跟一個商業程序 他排到什麼時候 才可以做他的單 喂 一向都是的 貨到才下了訂 我們才幫你做事 又不是便宜 製氧機可能便宜一點 因為我那時候看了 一個在印度的人 他從中國入了很多製氧機 他就說 直接從中國入就便宜很多 大概二千多元人民幣 他說 如果你經過那些入口箱 其實中國沒有加價 他的意思是中國沒有加價 但是中間入 吃水好心 去到一萬元人民幣 他說吃水好心 就不是中國吃水 所以他們直接跟中國拿下 他們也很感謝中國 這麼快就給他們 那你要想一下 如果根據這個程序 我們根據一半的往來商業程序 就是先收了訂單 然後才幫你開工 但我們現在不是 我們先開了工 我們先幫你趕工 把你把訂單插隊 你把訂單排在後面 現在幫你插隊 你想怎樣 每個都幫你趕工 有錢大了 沒有加你價 不是有錢大了 那些錢大了 我買到五千元一台 我買到五千元一台都還可以 一萬元一台都還可以 你也是要付錢的 沒有人給到你 但我們沒有坐地起價 算是這樣的 幫你趕工 這些人情你怎樣還 不是有錢大了 你以為你給10倍價錢 是原價而已 不要說到印度給錢買這麼厲害 你要想一下 高高峰五一 他們幫你趕工 當然有些和媒說 印度說他們不開工 不開工你現在4月底你有嗎 你現在陸續有嗎 這個星期會有一萬台 如果他們不開工的話 內地是放七天的 你覺得你這個星期會不會有 會不會有一萬台給你 飛機呀 飛過你那裡也要幾個小時 你不要忘記由廠 放好然後去機場 要等你有航班才可以到 他不是跟你趕工 你這個星期會有一萬台 就算他們真的不開工又如何 有得給你便可以 關你什麼事 真的 我可能那個艙裡面已經有一萬台 我可能加工 再趕回多一點 可能我艙裡面已經有五千台 我在4月30日再做五千台 然後呢 不需要再開工做了 那只是那些搬運的人 做客人 都可以的嘛 是等那些人 在那個艙裡拿貨 然後運去機場 都可以的嘛 我覺得那些人是 很無聊 不斷刮不斷刮 我覺得那些人是 真的沒有前途 大雞不吃小米 最重要的一件事 就是 他盜不到 還有最重要的一件事 夠不夠多 對不對 這個是最重要的 所以我經常都覺得 這個時候 那些道德表演出來說 你中國怎樣怎樣怎樣 你中國怎樣怎樣 喂大哥 有義務幫你做的 不要忘記你怎樣對別人 正如我們 我經常都說的 你怎樣對別人 怎樣對你 你每次在那裡 善那個同事 你覺得 那個同事到最後 是會幫你補鑊嗎 你自己的 我不幫你補 也是沒問題的 不是我做的嘛 是你做的嘛 你做不行 我又不是你上司 我們旁邊的團隊 我為甚麼要幫你補鑊 你叫你上司幫你補鑊 是吧 我的OT沒有人工加的 我不會幫你做了你的那份補 幫你補完鑊 我會有一個bonus 沒有的 那我為甚麼要幫你呢 我們國家已經是很好的了 在沒有任何期待 沒有任何 連你多謝不多謝我們 都算了 都去救你的人 但問題是 你自己作為一個領導人 你不去救你下面的人 那關我們鬼事 罵我們做甚麼 是吧 所以我覺得 我們應該要告訴那些傻 即是 黃那些你不要想了 有些傻下傻下 會聽這些傻人 即是黃人說的 你告訴他們 這是很簡單的人性理學 是吧 是吧 要不要搞得這麼複雜 如果他能夠這樣 這樣道德表 這樣居高臨下 說我們沒有良性 沒有人性的話 那我會覺得 你不如指著木迪的鼻子 你指著特朗普的鼻子 是吧 說他們沒有人性 為甚麼不讓原材料 木迪他們那邊生產呢 是吧 因為木迪那邊 印度那邊 不是生產我們科興的 是生產那些 輝瑞 他不給原材料去 那關我們甚麼事 我們人之二盡的了 你這樣 你這樣打我們 現在還在不停地 潑莊水 想療膠打 療象打 為的就想展現目標 又要我們揹一隻黑王 那我們這樣對他 是不是已經人自盡了 好好的了 我們基本上 已經是一個天使 小天使 不可以說自己是天使 我們國家 已經是一個小天使 你還想怎樣 是不是要我們 劃心來餵鱷魚 如果是的話 你美國第一 美國大國 全球第一大哥 你先做了 拜登你先做了 你真是可以挖個心 來餵鱷魚的話 我們看完你做了之後 才考慮做不做 是不是 這就這樣到這裏 下次再見 拜拜